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去年的树 作者 新美南极 翻译 孙又军 一棵树和一只鸟儿是好朋友 鸟儿坐在树枝上 天天给树唱歌 树呢 天天听着鸟儿唱 日子一天天过去 寒冷的冬天就要来到了 鸟儿必须离开树 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树对鸟儿说 再见了 小鸟 明年请你再回来 还唱歌给我听 鸟儿说 好的 我明年一定回来 给你唱歌 请等着我吧 鸟儿说完 就向南方飞去了 春天又来了 原野上森林里的雪都融化了 鸟儿又回到这里 找她的好朋友树来了 可是 发生了什么事呢 树不见了 只剩下树根留在那里 栗在这儿的那棵树到什么地方去了呀 鸟儿问树根说 树根回答 伐木人用斧子把它砍倒 拉到山谷里去了 鸟儿向山谷里飞去 山谷里有个很大的工厂 聚木头的声音 沙沙的响着 鸟儿落在工厂的大门上 她问大门说 门先生 我的好朋友树在哪儿 您知道吗 门回答说 树吗 在厂子里给切成细条条 做成火柴 运到那边的村子里卖掉了 鸟儿向村子里飞去 在一盏梅油灯旁 坐着一个小女孩 鸟儿问女孩 小姑娘 请告诉我 你知道火柴在哪儿吗 小女孩回答说 火柴已经用光了 可是火柴点燃的火 还在这个灯里亮着 鸟儿睁大眼睛 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 接着她就唱喜去年唱过的歌 给灯火听 唱完了歌 鸟儿又对着灯火看了一会儿 就飞走了